上次去看了那个中国人卖房子的那里啊 今天他邀请我过来他们的小区看一下 他们已经修好的房子 我还是和月月一起过来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他周边的环境 先看一下他周围的环境啊 你们看远方那边就是市区了 这边是一块空地啊 有的地还没有建房子 然后这里对面呢是已经修好了 修好了的已经入住了 也是一个中国人买的 他娶了个老我老婆买的这双房子啊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 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呢 这个占地面积的话 占地面积是 几百几百平米啊 三百五十九平米啊 三百六十平米 然后我们看的是一个两层楼的小别墅 前面有这么大一个空地啊 它全部是铺了地砖的 但是我刚才就和他们聊的 我说这么大个空地 可以把这边整一个游泳池就好了呀 老过天气很热 这边完全可以整一个游泳池 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它的装修怎么样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房间里面的情况 看看它装修怎么样 这是客厅啊 它这边刚装修好 这是客厅 这个客厅大概有多大呢 二十个平方左右是吧 看一下客厅 厨房 一个大的窝室啊 然后这是客厅的卫生间 一楼的卫生间 看看这个一楼的窝室怎么样 一楼的窝室还是挺大的 我感觉这怎么有点像老窝装修风格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话 它是卖十六万美金 十六万美金何段 这是二楼 二楼有四个窝室 它卖十六万美金包含了这个房子的土地 有三百四十个平方 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两百七十个平方 两层楼 楼上四个窝室 楼下一个窝室 来我们看一下它楼上的窝室啊 这个是主卧了 这么大 这个是主卧了 光照条件很好啊 门窗 窗户很多 然后这是主卧的厕所 主卧的厕所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另外三个次卧 这个卧室也有个厕所啊 这个卧室也有个厕所啊 这个卧室也很大的 这个卧室也很大 光照条件非常好 窗户很大 这个厕所和主卧的厕所其实差不多的 你们发现没有 老卧他们这边装修都很喜欢用那种花玻璃啊 都很喜欢用花玻璃老卧这边 这是二楼的一个厕所 因为有两个房间没有厕所嘛 这个是两个房间的公用厕所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小卧室啊 其实小卧室也不小了 其实这两个小卧室也不小 放了床的话还有很大空间 相当于我们国内有些房子的主卧也就这么大 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卧室啊 放了一个一米八的床垫以后 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这边可以做衣柜啊 这些都还挺宽敞的 放个书桌都挺宽敞的 这个卧室 这边还有个小小露台